你这儿来了 大胖小子 老丽 老丽 你怎么来了 儿子啊 什么叫我怎么来了 这有家我还不能回了 再不回来 我跟你说儿子都不认识你 你跟我打个招呼啊 我好去接你啊 等你 老丽 你快起来了 老丽 你快起来了 小孩子了吧 我回来看看你们 我回家爷爷奶奶 想死你了 又沉了 胖子 变样了吧 一屋一撑着奶奶笑 我看了 我看了 太沉了 哥哥哥哥哥哥 变样了 变样了 变样二哥 别傻了 他现在还不会说话呢 我都想事了 爷爷 真想 给你带了结婚礼物 我一会儿让保守你喜欢 你好 你真好 走走走 咱进进屋书 我进屋书 我进屋书 那是爷爷奶奶 好可爱 去 有啥了不起的 我 是虎子结婚啊 我就说嘛 我看了门口贴着喜字 我还以为是小鹅子 那 那虎子结婚 你们怎么没跟我说呀 是跟爱红 爱红 真的 是啊 不是 妈 这么大的事 你们怎么不告诉我呢 这不是家里乱吗 就没跟你说 对 就是 可是虎子 他根本就不喜欢爱红 你说他娶了他这辈子 能幸福吗 行了行了 你就别问了 还不许我说句实话了 老李 你不是给小鹅 带礼物了吗 小鹅 你看看你嫂子 给你带什么礼物了 对 嫂子 你不是给我买礼物了吗 拿屋里给我看看呗 你来 好吗 妈 那我先进去一下啊 嗯 去吧 你看这个 哎呦 你长得真像你发小鹅 你看啊 真的是像小鹅 大龙小时候 这 这是个小龙 真的 我一点都没夸张 天哪 怎么还有这种女人啊 这爱红也太卑鄙了吧 怎么好意思嫁进来啊 对啊 我现在根本不搭理他 他结婚的时候 我跟跟住都没回家 我就说你大哥 怎么一个字里没跟我提呢 我最好想那 芳儿 想什么呢 我在想虎子的事 当初要不是我们死活拦着 虎子跟蓝星恐怕早就成了 可惜啊 但是我能看出来 虎子的心还在蓝芯身上 心在他身上还有什么用 人都被困住了 我倒不这么认为 虎子和爱红的婚姻之旅 并没有开始 他和蓝芯的爱情之旅 也没有结束 昨天只不过是一场婚礼而已 形势又能说明什么呢 那你说蓝芯和虎子 还能在一起吗 最起码每个人 都有追求心领自由的权利 郭姐 快点让你上台喝光呢 好 我去了 大嫂回来了 爱红爱 都回来待半天了 你瞧我 这多不愧来事 也没出来给你打个招呼 没事 大嫂 这以后咱们俩可是轴厉了 咱们俩可得一条心啊 你说这万一哪天郭家欺负咱 咱还会像有个照应 还有人敢欺负你呢 他们老欺负我 是吗 妈 妈 这都几点了 虎子怎么还没回来啊 马上要吃饭了 可能有什么事了吧 晚点回来吧 妈 刚才虎子来电话 我忘跟你说了 她去省城了 说是送一个领导去开会 估计得明天晚上才能回来呢 大嫂 明天回来 妈 妈 那我怎么回门啊 你没跟虎子说吗 我本来是想吧 等她回来我再跟她说 那我一个人怎么回去啊 这不是她碰上公事了吗 这也由不得她 我看她就是故意的 艾航你怎么说话呢 我这不是着急吗 别急 我这就去给她打个电话催催她 妈 那虎子都已经走了 你总不能半路上再给她拽回来吧 再说那车上还坐着领导呢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这事 妈 我看她就没打算明天跟我一块回门 没把我当媳妇 别这么说话 那我明天怎么回去啊 艾航 虎子是你丈夫 你都抓不着她人妈有什么办法呀 行了 行了 别急啊 我还是去打个电话啊 别急 大嫂 你看我笑会呢吧 我还真没那闲工夫 这是你们俩自己的事情 跟妈有什么关系啊 妈管得了你们俩结婚 还管得了你俩回门吗 虎子为什么不回来 你自己心里清楚 艾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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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了 叫我啊 今天不是要回门吗 妈给你准备东西 来 拿这儿 这虎子不回去也叫回门吗 艾航 你知道的 她不是出差了吗 可是她也没给我打招呼啊 那呀 你跟你妈好好解释解释 截然不通 你说这事闹的啊 我知道虎子不待见我 可是她也不能为难我吧 光说结了婚第二天 把我扔下不说 连回门都不见面 我是有多着她恨啊 艾航 你说你说这些干吗 这都过去了 你这翻出来干吗 妈 你这么说 你也觉得我是赖进门的是吧 我可没这么说呀 妈 我爸叫你 我这儿说话呢这儿 没事 给我来 我爸找你有事 妈你好好好的说 老秦 好 虎子不回来 你跟妈嚷嚷什么呀 我不找她嚷嚷 我找谁嚷嚷 她 她 她是谁呀 不会叫妈呀 刚过门的媳妇 长幼尊背都不懂啊 我心里委屈 我找不到虎子 我不找她 我找谁呀 你给我进来 进就进 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呢 你自己做的事情 多恶心多过处 你自己不知道吗 我告诉你 艾红 就你那点下三滥的招数 我早就见识过了 瞒天过海的想嫁进来 又觉得委屈 那不好意思 你只能自己受着了 这叫什么 活该 报应 嘴巴放干净点 我干净点 你自己做的事情 还怕别人说呀 虎子不搭理你 你就用最卑鄙的手段 逼着她来娶你 我还真没见过谁家姑娘 这么死皮赖脸的 非要赖着嫁进来呢 没见过是吧 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怎么着啊 本姑奶奶就是有能的 让她娶我怎么了 既然你这个姑奶奶 这么有本事 那这个烂摊子 你就自己收拾吧 我警告你 不许再欺负妈 你记住了 这个家里 还有一个大嫂 不是要回门吗 走吧 赶紧走 大嫂 大嫂 回就回 这刚过门就这样 妈 你看她那架势 压根就没打算好好过 老李 爸 你也都听见了 你觉得我说错了吗 老李 爸妈觉得你说得对 他还真以为咱们家 没人管得了他了 不惯他那臭毛病 妈 你就是太善良 那回礼的东西 都给他准备好了 他还想怎么着啊 有本事 他冲着虎子去 让虎子压根都不理他 行了 老李 你就少说几句 他对咱妈不礼貌就是不行 我就得管 爸 妈 大龙 大龙 老李 你们都在啊 在呢 在呢 黄大哥 你好 黄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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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先来坐吧 坐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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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坐 姐 你快坐呀 坐 坐 坐吧坐 来 黄大哥喝茶 谢谢 谢谢 这么客气 来 伯父伯母 我今天回家来 是想跟您二老说点事 我和郭凤的事情呢 我们家已经表态了 我今天回家来 是想征求一下您二老的意见 我想去郭凤 真的 你们这样结婚了 太好了 妈 咱家有喜事了 是 是 爸妈还没表态呢 太深了 我知道过去呢 你有你的难处 孝敬父母啊 是对的 这反过来呢 父母也都希望自己的儿女 过得好 当然了 父母也有做得不大好的事故 你像我们家虎子吧 好 人家让你们表态呢 不是 孩子们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做主吧 是 谢谢伯父 谢谢伯母 是 红啊 你说你这婚接的 没穿婚纱也就罢了 你看看来接你那小车车 寒不寒着 明摆着没把咱家当回事啊 妈 妈 说两句吧 哪有什么含着 这还不叫含着 你说你都结婚了 这手上是有镯子还是有戒指啊 什么人家呢 还有 那东府 这刚结婚就出差啊 他真那么忙吗他 我看他就是承心你 你说你 三天回门 让我闺女一夜回来 这还不叫寒碜 这揭幕司令怎么看呢 好了好了好了 给我吧 烫吧 你啊 自找罪受啊 我愿意的 就剩你愿意 不然刀架妈脖子上 妈都不能同意这门婚事啊 那郭虎呢 啥呀 啥啥 我妈是问你 郭虎对你咋样 挺好的 头天结婚 二天就出差 这就好啊 妈 人家是公家的事 洪啊 你既然哭着喊着嫁过去 那你就得停起药板来 不能做那受气小媳妇知道吗 你觉得我会受他们家气吗 你看看嘴硬的 洪啊 妈告诉你 他们家也对你好 那你就乖乖的 然后给他们生一个大胖孙子 那你在那家的地位就有了 要是对你不好 你也甭怕 有妈呢 妈替你撑腰 看她能把你咋样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啊 我不是带过来那么多好吃的吗 你再给我冲我嘴子呗 你尝这个 行行行行行行 行了行了 这心大了 装个好的啊 啊 林沈 我喝酒了 上 那你咋的 那咋的 我来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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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没有了吗 还有我的 虎子 咋的 虎子 你手冲 我来咋的 我来咋的 你怎么来了 我回娘家了 回来说说来看看你 妈还问呢 你怎么没跟我一块回门啊 我去外地出差了 今天回来的 有事吗 没事啊 关心一下你 那你去忙吧 我这还有事呢 咋的怎么样啊 马上就行了 就行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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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我喜欢啊 别忘了你啊 六 九 九 六 六